各位,Attack Start! 你认为科技与设计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我们要如何透过科技与设计来解决更多问题? 科技并不一定会解决社会问题啊 常常科技会造成社会的问题或者环境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设计不是只有产品的设计 包装的设计,美术的设计,视觉的设计 它也包含整个社会怎么参与的设计,互动的设计,服务的设计 也就是说当每次科技出现在社会上的时候 我们整个社会的朋友要怎么样子去看到说 他目前可能有哪些方向会牺牲掉一部分的人 或是会牺牲后代的环境 这个时候我们透过设想跟计划 大家一起来设想,一起来计划 就可以来看到说我们这些做科技研发的朋友们 要怎么样子用科技服务于整个社会 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环境 而不是好像硬要去用科技来改变这个社会 而整个社会怎么要透过设想跟计划的力量 让科学跟技术能够跟社会对话呢 这个就是民主的参与式的设计 对我来说 科技的发展它是辅助我们的生活 而不是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也就是说像AI大家可能说它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但对我来讲它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慧 这句话怎么说呢 就好像如果我有个助理的话 我会希望说它的价值跟我的价值要一致 它做出了什么决定 如果没有办法给我一个交代的话 那我就fire 掉这个助理 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价值 你的价值透过这些科技而达成 而不是好像说 像这个触碰萤幕啊 我现在有一个手机 但是我通常都是用笔啊 或者是键盘啊 或者其他的按键啊 等等的方式去跟这个手机互动 因为当我不断地在滑着手机 不知道要看到什么的时候 好像它变成主人来决定我要想什么 而只要我想清楚我要什么的这个价值 透过科技去实现在生活当中 就不会走差 在前一代的民主的制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像广播或电视这样子的技术 可以要一个人讲话给几百万人听 但是呢 现在网络技术让我们能够一个人能够听到几百万人的声音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透过在社群网络以及宽频及人权的这些科技建设里面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去跟整个社会对话 彼此倾听的这样一个主角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每次当你看到社会有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就不像以前一样 你必须要等四年或等两年才能够做些什么 就是投票啊 而现在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把这个讯息分享给所有其他的朋友 甚至本来没有办法发生的像山啊 海啊 这些自然环境 我们可以透过向山致敬 向海致敬 这样子的方式 让所有关心自然环境的朋友们 为自然环境在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上发声 来 请示 我想科学不是只有自然科学 技术也不是只有产业应用的技术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 社会组织的技术也是一种技术 就像现在大家可能有听过的群众募资 或者是说在以太坊这样子的区块链上面 透过分散式的账本 大家可以很快地取得彼此的信任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是新的社会技术出现的一个契机 就像在几百年前 大家第一次组成工会 第一次组成劳动合作社 第一次组成储蓄互助社的时候 在此之前 大家可能是非常的一盘散伤 没有办法组织在一起 为自己的权利 为整个社会的公益来进行活动 但是呢 当有这些新的组织技术出现 再加上5G 大家可以不用面对面 也可以三分勤 或者分散式账本 大家不管是在任何的国度里面 都可以彼此相信 彼此账本上面的数字 这些促进互信的方式 就让整个地球上面所有的人类 都变成一个社会的大的组织 请问在你人生当中 第一个有印象的科技产品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投票箱吧 在当时我出生的时候 其实还是戒严的时代 慢慢地等我比较试字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像选举万岁啊 那本书上面封面就画着一个投票箱 我在家里有看到很多的书 或者很多的电视节目 都在讲说 即将要开放打劲了 大家要开始可以阻挡了 大家都是好像要在那个投票箱里面 要说服大家投上自己的名字 那当然到最后到我15岁 也就是1996年 台湾第一次开始总统直选 所有的成年人 不包含我了 都可以在那个投票箱里面 去投下自己想要的总统的候选人的名字 也就是说我觉得投票箱它象征着 台湾的民主化的一个过程 而且即使到了现在 整个开票的过程 包含YouTuber啊 在开票的过程里面 拿着那个摄影机 去看这个唱票的过程 我觉得都是整个社会去庆祝 民主这样子一个新的科学跟技术 在台湾深根发芽的一段历程 如果要去没有网路的无人岛 你会盖着什么样的物品 如果我现在要到一个没有网路的无人岛的话 那我当然就是会带上一个能够收发网路讯号的 一个卫星通讯的一套天线的设施 也就是所谓的基地台 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设施 只要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 能够去看到天上的这个卫星 那么你就有宽屏网路 这也就是我们实践宽屏人权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当然在无人岛上面 只要开始有了网路 慢慢就会集合了 无人岛森友会 大家就会来这个无人岛 开始发展它 也让它变成一个更加寒荣 更加永续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以说任何地方 在没有网路之前 每个人都是单打独斗闭门造居 但是只要有了宽屏网路 不管你是用光纤还是用卫星 到最后大家都是一起来开门造居 这个就是社会创新 透过网路实现的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在现在我最想要发明 想要改变自己生活的一个技术 就是把我自己初音化的一个技术 因为我已经接受了那么多的采访 讲了那么多的回答 理论上其实机器学习 已经有足够的资讯来合成一个谈缝 只要你给他任何的问题 他会去找到我对这个问题最可能的回答 并且及时合成包含我的表情 手势等等的这些技术 到最后凑在一起 就会栩栩如山的谈缝 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可以算好刚刚好的描述 如果你要他30秒回答一个问题 那么他就30秒 如果要60秒回答一个问题 他绝对不会55秒回答 因为对我来讲控制出一个很标准的描述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能够发明出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话 我就不用自己坐在这边来算真的描述了 所以我非常期待 大家可以一起跟我用开放圆满的方式 来做一个合成唐缝 把唐缝当成一个素材库 初音化的这样一个计划 来十二 请问近期最让你惊艳的新科技是什么 最近让我很惊艳的一个新的科技 就是一个5G VR眼镜 它完全是国产台湾自己设计的 这个VR眼镜不但非常的轻 我戴上三四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疲累 而且它不像以前的VR 总是要拿一个控制器 它完全是用手势就可以操控 而且这个VR眼镜它内建一个空间扫描器 也就是说你拿着它去把你所在的这个空间 去进行扫描之后 这个空间就建模建了VR 别人就可以直接踏进你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在这个VR空间里面见面大概也有个2.5分情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充分善用5G的这个技术 在以前你必须是要有光鲜的 可能一个大楼里面 才能够去运行这么高速的 互相人跟人之间好像见面一样 共同在场的运算 但是有了5G技术之后 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海边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 深历其境体验台湾之美